我看到蔣市长取消那个7点半成会 我正常给他一个大大的赞你知道吗 取消的太好了 开会讲求的是效率 不一定要7点半 你8点半开也是一样的 柯P连任赢3000票的那一次 在2018开票当晚 那个大概是毕生难忘的一个回忆 因为我们都在台上 然后一开始很紧张的看 现在几票 然后呢 一下顶手中领先 一下柯文哲领先 然后倒来倒去 马化状 到最后已经到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大家都这样 快点结束吧 大家都已经体力透支 我在柯P那个办公室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说 你会紧张吗 然后他说还好 然后我就说骗人 这种情况票数倒来倒去 你怎么可能不紧张 太折磨人了 结果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说你不相信是不是 我说我不相信 结果他居然拿出一个法宝 他拿出那个血压剂出来量给我看 然后我就看到他量血压 结果他的血压是没有波动的 这样子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个人好厉害哦 他抗压性怎么那么强 他怎么跟你讲 他觉得倒来倒去 他最后还是会赢 他说 还有判到吗 没有 他说到不了 就是提着公司包围太大 这样子 那其实柯市长他 应该说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 我看到蒋市长取消那个七点半成会 我真的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好累哦 我以为你会批蒋 没有 就把他取消 取消的太好了 因为实在七点半 你知道有的人还刚送小孩到学校而已 你七点半要他 就是坐在那边跟市长开会 表示他六点多就得到办公室准备简报 人还要不要活啊 天哪 那那个真的有时候还加班嘛 对啊 所以那个工作时间会变拉得非常长 大家当然不敢反抗 长官的意见 大家会觉得说 哇都是公事嘛 那所以这种事情大家怎么敢讲 那个开会讲求的是效率 不一定要七点半 你八点半开也是一样的 对 那你只要 对我觉得 讲公道话 我要给 讲市长取消七点半成会按一个赞 柯P 不管人家认为他是一成 或是两成 或甚至是之后 maybe可能会更高 这个变化没有人有办法说个准 政治跟战争一样的残酷 但是在战争里面 你只能死一次 可是在政治里 你可以死很多次 那 就联想到 他就死了一次 你可以联想到很多政治人物嘛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测说 未来会怎么样演变 但是 如果 民进党 民众党 国民党 他们真的想要拿到 2024的这个中央执政的话 现在开始 好好的贴近民意 拿到权力的人不要骄傲 暂且失败的人不要怀忧丧志 赶快好好检讨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呢 还没长大的 赶快想办法 让自己的语意变得丰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